这次7月7日至7月10日的上海国际影响展 也有可能是今年全球最大一次展会 给各位领导带来第一手的报道 今年在摄影摄像之外 直播设备也成为了一个新的主题 接下来先是一组简单播报 创作不易记得点赞关注哟 富士以X与GFX的起源作为切入点 着力展现在专业领域里的表现 也是本次展会内容比较丰富的一家 佳能的红色在视觉上很有冲击力 EOS R3的真机现象很饱满 我在现场咨询了微单直播队相继耐久度的挑战 工作人员直言很多公司都在采用R5直播 让我不用担心在这方面的损耗 米康这次的重点放在短视频 单反升级EFC的呈现上 为忠实的单反用户介绍了微单系统的优势 工作人员还很用心的在现场做起了EOS R5的配色调研 那么大家比较看好哪个配色呢 适马的用户群体是比较广泛的 厂商也把活动的重点放在了摄影公开课上 标志性的200-500mmF2.8 甚至引来了不少参展商的拍照打卡 千万不要滑走 看到视频结尾还有福利哦 摄影附件这个领域基本已是国人的天下 其中也不乏在世界上领先的品牌 长根光学旗下的老挖镜头带来了全新的拐弯镜头 体验了一下大家很期待的F0.95系列 这是现场我用M43口的25mmF0.95实拍的效果 据我之前的了解和现场的沟通 还有很多神秘的新品还没来得及推广 作为登场老法师的永诺 除了带来最近火爆的F35和F85之外 这次也带来了自己第三代的M43无反相机 针对行业用户和视频直播做了一定的优化 现场时间有限还是期待之后到手的体验 深耳转接环多年的卡莱旗下子品牌科麦 为不同用户带来了多样的音频解决方案 许多小伙伴应该都在海外博主身上 看过Fondi麦克风的一词 那么国内小伙伴应该也对博雅不会太陌生 与厂家代表交流的过程中 也印证了我之前在麦克风碧坑指南里面提到的一些观点 神牛除了灯光器材也拿出了自家即将发售的无线麦克风 可以说现在神牛的产品线真的是越来越广 洋葱工厂依然在华贵领域持续发力 可以在很多相机和器材厂商的展台看到洋葱的产品 还有很多厂商在布展与产品方面拿出了十分的诚意 视频这种有限我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本次播报到此结束 记得点赞 关注哟